大家好 歡迎回到《望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4月20日星期二的時間 今集有我許樓山 還有澳洲紅仔餅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才是珍的好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香煲浪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讚 今集回來 又想講一些香港皇有cross over 這個娛樂圈裡面的現象 是吧? 我們經常講他們三分鐘熱度不講深度 阿布泰玩完了 玩爛了 現在又玩另一樣 玩些什麼呢?似乎他們那個 一窩蜂去玩的東西 就會玩到底 玩到爛了 又不見了 人都挺搞笑的 是吧? 最近似乎是向這個娛樂圈來玩 為什麼這樣看呢? 最近無線就有這個叫做開心大中藝 他們那幫皇友就不停在那裡說 哎呀 又說什麼很老舊啊 又說一些想法 TVB以前那些 男人扮女人啊 戲房啊 扮鬼扮馬啊 或者可能改歌詞啊 那些還是怎樣呢? 又說已經時代不流行的了 又說這樣 又說那樣 又說不好 又說見到他們這麼老舊 很多皇媒立刻說 哎呀 幾十年都不化 又說什麼香港的縮影啊 又說什麼老一輩這樣那樣啊 我心想 其實大家怎麼看呢? 各位網友一起講一下 電視台的東西 那你不是希望去百花齊放的嗎 是吧? 就是等於我們小時候呢 中午的時間呢 我還記得經常有與產片播的嘛 就是如來神掌啊 其他不同的電視劇都會播的嘛 那你不會說這些很老舊啊 不要再播啊 還是怎樣啦 是不是呢? 不會這樣的嘛 這個世界 百貨有百客 那為什麼不可以這個市場融立了 這些好像開心大眾的那樣呢? 是不是每一個電視劇 每一個電視節目呢 一定要很update啊 很創新啊 劇一定要是全部都要in的 不可以有救人的還是怎樣的? 這個我覺得 不可以這樣一觸桿打死一船人的啊 是吧? 比那些黃友 什麼一百貨的一樣是被人家壞鈔 這個歡樂金銷 不是一樣是男扮女裝一嬌呢? 沒有人譴責他 很好笑啊 還覺得他是新潮啊 帶領潮流 是吧? 那個時候 我們公平一點點啦 那個時候扮鬼扮馬的那個 什麼頒獎典禮改歌的 都頗多年前的了 我沒有十年八年前呢? 十年八年前啦 那現在最近呢 有一次呢 就是 剛好那個開心大眾藝呢 就撞正ViuTV 搞了那個Chill Club的樂壇頒獎典禮嘛 就說算是他們呢 首次搞的樂壇頒獎典禮 那樣的 哇 又說很多人聽啊 很多人看啊 又說怎樣怎樣啊 又說就是 拿他們裡面的人來講的那些呢 由圈染到呢 好像有一種風潮啊 我不知道是風瘋的風還是什麼風啊 那時候看到也挺好笑的 除了有人經常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什麼 正常人的生活圈之外呢 現在有一幫人呢 我經常覺得他們很想張的東西 又是定位呢 就說什麼叫為之香港人啊 有一種這樣的風氣啊 又說我看到有些人寫出來什麼啊 哦 我們香港人仲裁給香港人吃 那他們有一點想張呢 香港人三個字呢 歸類就是他們這些黃友啊 我們真正黃友呢 要什麼訴求啊 抗爭啊 爭取民主啊 黃圈啊 那我們這些呢 就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啦 他們現在很恐怖啊 想將香港人這三個字呢 攬上身來 哇 多可怕啊 這幫人啊 對著這個樂壇頒獎典禮呢 又說 哇 很厲害啊 又說見到什麼新的一頁啊 我們不是批評姜濤 不是批評當中獲獎的人啊 這個要很緊要 先說給大家聽 那例如呢 他姜濤這樣 他說了一兩句呢 哇 那些人又大肆圈驗 我想想 喂 為什麼這麼誇張啊 就是 將他那個層次上升到呢 就是為什麼會將阿布泰玩完那個呢 就玩下去這些樂壇 或者電視呢 就是看電視當作抗爭啊 你不看無線 看ViuTV 或者贊同 認同他呢 就是香港人啊 這個姜濤 好像講了一句 最重要是多謝所有香港人 哇 接著那些人又很感動啊 多謝香港人啊 終於記得反我們 這樣那樣 很多不同 不同啊 他們一看到香港人三個字都很high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啊 很普通的一句話啊 是啊 尤其是跟著 姜濤說了一句啦 我既然拿得這個獎啊 我就不說回之前的東西啦 我們這幫年輕人 我們這幫年輕人 香港歌手一定可以再次成為亞洲第一 哇 接著 鼓掌就正常啦 或者呢 年輕人有志氣呢 那這個都是值得鼓勵的 哇 接著那些黃友 那些黃妹啊 拿了這句話啊 就不斷在那裡瘋傳啊 還是怎麼樣啊 啊 就是說哎呀 什麼香港精神啊 有這樣那樣啊 突然間呢 將姜濤呢 捧成呢 是他們的一份子那些這樣啊 就好像代表了新的一種香港人的價值的精神那些這樣啊 就是一定會再次怎樣展示高飛啊 還是怎樣怎樣的 就說網上就封傳 說他得體啊 有禮大方啊 天動到對廣東哥不離不棄的歌手和惡米啊 很有大將之風啊 如果你問我呢 我覺得就 還沒到這麼誇張啊 是吧 都是OK的 姜濤都說了 這個OK 我們不是批評他唱得好還是不好 完全沒有啊 大家先不要誤會這個東西啊 因為我們都不想將它呢 牽涉到他們這些黃友那裡 只不過呢 在他們之後 出席樂壇這個頒章典禮的人呢 其實都沒有問題過 我們要記住啊 我們講多十萬次啊 他們過分解讀姜濤那句話 其實是 是啊 沒錯 是啊 他們過分解讀了香港人這三個字 或者過分解讀了香港 姜濤對於香港的角度 就是你將你說真正的香港人 怎樣怎樣怎樣 香港精神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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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將它強加於姜濤身上啊 那將姜濤呢 變成一個好像你們的代言人啊 還是怎樣 代表了你們的一派 就是現在變成了想是支持姜濤 或者聽姜濤 就是支持他 甚至乎整隊MIRROR的都支持了 就是代表支持香港人啊 其實這樣對於整隊姜濤 和他的兄弟 兄弟班來講呢 其實是挺危險的事情啊 因為呢 最忌 這些樂壇那方面呢 最忌 呢 就捧得太過太過無厘頭啊 因為捧得太過無厘頭啊 突然一下不見了呢 那對於這幫真正有志樂壇 或者演藝方面的年輕人呢 都挺危險啊 因為跟他們貫賞了太多政治色彩 可能人 我想姜濤都是打算唱好自己的歌 做好自己的事業而已 那結果就被他們這樣 騎劫了 騎劫了 是的 還有 現在這個樂壇頒獎典禮呢 他們又說得很誇張啊 又說 哇 多厲害 喜歡讓大家認識到香港的樂壇有什麼歌啦 大家都知道啦 他們過去就捧這個商業電台的喔 我記得嗎 是的 似乎呢 現在看到孝順仔DJ 都走回去做這個開心 是不是開心大中藝啊 開心大中藝啦 那他們可能又覺得 咦咦 你是不是變姿 你是不是半邊 這可能都是一件事了 所以見他們這樣玩著玩著呢 玩到這個ViuTV那裡呢 我又覺得挺好笑啦 希望姜濤他們就小心一點啦 不要搞那麼多 也有些人說 又說是不是什麼 要介什麼山頭主義啊 大佬文化啊 又說什麼缺乏創作力啊 又說怎麼樣 我們也都不會說 批評哪一方面好聽些 哪一方面好看些 大家喜歡看什麼就看什麼啦 是啊 一向都是這樣的 你無需要拿人家這個節目去踩另一個嘛 是 是不是呢 當然 之前其實也有那些什麼名曲 多少載的那些呢 無線電視 找了什麼關谷英啊 那些去唱一些舊歌啊 有些聽眾喜歡聽舊歌的 有些觀眾喜歡聽回他們的 他們的童年回憶也好 少年回憶也好 青春回憶也好 那為什麼不可以讓他們聽回薛家宴呢 那時候你又不罵這些什麼名曲滿天星的呢 是不是呢 那就是現在呢 因為那個政治色彩啦 還有所謂的 叫做什麼 香港人精神掛稅啦 哇 其實呢 香港人三個字呢 如果被他們那些班人騎劫了 或者綁上了來用呢 其實都幾作偶的事來的 我覺得真的是 那個粗口經常說這句香港人 是啊 難道那些被他們侮辱過的 那些所謂罵人家什麼顏色什麼顏色 什麼警什麼警那些 難道他們不是香港人嗎 嗯 他們現在就是想這樣騎劫這件事 就是他幫你定性了 幫你的人加添了一種顏色之後 就覺得你不是的了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都幾恐怖的 見到社會 就是兩樣不同的東西就不能夠類比了 一個綜藝節目的 他喜歡裝鬼裝馬 他有沒有全個台 只是一個裝鬼裝馬的節目 是不是呢 當時你們看唐辛風暴 是不是看得這麼開心 是不是 什麼夏宇啊 那些什麼鍾佳欣啊 你們看得這麼過癮 繼續去追劫 是不是 那時候你是不是照樣看臨風 是不是 啊 給人這麼看 我覺得太過突然了 這件事 各位網友都可以一起聊聊聊 我們沒有評擊這個樂壇頒獎典禮的 其實都做得都挺企理的 都可以的 我也挺欣賞姜濤這個年輕人挺勤力的 也都很孝順 因為他之前他爸爸就有了重病了 他說的話都是挺感動的 還有他有個朋友 因為他自己說的 他以前身材比較肥本一些 那他朋友呢 有兩個朋友和他走過了最慘 和最光輝的日子 但是他的好朋友死了 哦 這樣 還有呢 他看著他死了 所以他很心痛 還有他又這麼肥呢 減到他現在這個狀態呢 那種意志力啊 可以說是超乎常人的 大家有機會真的要看一看他減肥的故事 當然有些人說好像太瘦了 沒辦法了 這樣就長一個兒子 還有定了型呢 其實他自己現在都很害怕 要解口啊 或者做不同的運動也好 定點都好 那這就是一件事情 每個人都可以在他自己拿到那個 在娛樂圈也好 樂壇也好 定位 這個是不要緊的 但是就不要互相踐踏對方別人做的 例如好像Bob哥那樣 笑 是的 Bob哥那樣去扮郭富城那樣突出個肚腩 他就是刻意要突出個肚腩給你看 是不是? 你其實可以選擇不看的 那為什麼你要將他拖在其他人那裡 作出一個比較呢? 大家都不是同一個類型的東西 是不是? 或者可能台與台之間大家互相講的東西 有些抽水也好 或者用來講一下笑也好 喂 這樣都不行的 那就不要搞娛樂圈了 是不是? 我記得誰扮無線扮姜濤 扮一扮這樣 又在那裡吵 喂 你扮也可以 人家扮也不行 不是想講什麼臭重論 只不過是 那就各個各玩了 大家有得合作就合作了 沒得合作就不合作了 兩個類型的節目來的 那何必呢? 將那個音樂頒獎典禮提升到 好像香港人一定要看那樣 這樣才可以 哇 這幫人癡癡的 是吧? 就是不要搞到人家這些 樂壇中人好過了 是不是? 那好了 我們這次講到這裡先了 各位就繼續努力 大家呢 博哥也好 姜濤也好 大家各自各努力 就自然可以幫整個香港的娛樂圈 可以發光發熱發亮了 是不是? 好 不要理那些政治太多了 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不要參與太多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